浅世六合境之法 一个法门的佛友要懂得相互合合 才能把师父教授的佛法如来时意传承并宣扬出去 佛友合合就是僧团合合 僧团合合首先就要在持戒上下功夫 觉佛人要持戒,不持戒 很多事情你们就做不到合合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一点六合境之法 佛陀注释时 领导的僧团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赤差莫罗 幽婆塞、幽婆仪等七众弟子 以佛陀身旁的常随众而言 就有千二百五十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僧团 佛陀同理使其和乐清静 发挥助持正法 度化众生的集体力量 佛陀设受众生的方法 用的就是六合境之法 六合境 见和同解 见和同修 立和同君 义和同月 口和无争 身和同住 见和同解 以思想的统一 就是大家的思想 见解要有共识 就是思想上要统一 能如理通达 舍去分别执着 彼此见解一致 达成共识 这是共同成就的必要因素 如意见不同 共处 共事 共修 会障碍重重 所以要见解和合 要建立共识 解和同修 在法治上 人人平等 指戒律 规矩 就是戒律平等 对于戒律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 共同守戒 持戒 没有特权 也就是在法律上 人人平等 法律 这里指的是佛法中的戒律 请住坐卧之中 威夷庄严 利和同君 即经济的均衡 共享 就是经济上的均衡 过去在寺院 僧团的生活 所需都是平均分配 不分职务高低 人人享有的权利 是均等的 义和同月 即心意的和谐 在精神上 志同道合 大家共同修一个法门 共同追求佛法真理 必须做到一夜清静 就是意念要干净 不犯戒 不破戒 互为佛友 心意和悦 要有礼貌 有威仪 相互和平 尊重 和谐共处 口和无争 在言语上 和谐无争 相互没有争论 就是语言的亲切 佛友之间 共学共修 同修共进 要语言清静 说话圆容 言语柔和 身和同住 居住安乐 大家共同在 同一环境中生活 在行为上 不侵犯他人 就是相处的合约 比如你们一起 参加师父的法会 大家都是为了 助援师父的法会 为了佛法而聚到一起 佛友之间 应彼此互相帮助 尊重 包容 欲有疾病 相互照顾 用平等心共居 用法喜心 和和共住 六和境中 见和同解 戒和同修 立和同君 是和和的本质 义和同乐 口和无争 身和同住 讲的就是和和 讲的就是和和 实际上 这里面 每一种和 都是在告诉你们大家 要从心中 拿掉自我的见解 见地 拿掉自我的知见 你就会和和和一切 人和一团圆 利和人一和 义和善缘多 口和人缘广 身和少祸端 戒和之与征 六和境是佛教僧团中 人际关系处理的基本准则 包括六种和境之法 具体强调在身 与义 戒 见 利 这六个方面 彼此和境 因此又称为六和 六和境不仅是消除和预防僧团纷争 维护僧团和和的基本条件 更是令僧保不断实现 正法常驻的重要保障 六和境作为一种 人与人交往共处的准则 不仅对佛教的发展意义 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化社会中 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 六和境之法 适用于各种群体 僧团若能奉行六和境 会因此而获得和乐清静 一个家庭若能共同行持六和境 就能和和无争 美满幸福 一个团体若能共同行持六和境 就能发挥团体的共同力量 一个社会若能共同行持六和境 就能成为一个安和利乐的社会 一个国家若能行持六和境 就能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礼仪之邦 就能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